3C产品当然是人人都有 不过我们常常可能会去购买一些可以抗蓝光的这些镜片商品 不过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其实抗蓝光就算有抗1%那也是有抗没有错 但是你在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看一看它的抗蓝光%到底到多少 否则如果是只有帮你滤掉1% 你戴上之后眼睛依旧会上伤 精致细框或个性黑框缤纷色彩更是抢先吸睛镜片选择同样霸霸款 眼光湿透露每10人平均就有5人选择搭配抗蓝光镜片 关键字一打网路上千组镜片更是眼花缭乱 强调这是追剧护眼神器很让人动心 更有卖家直接打出抗疲劳 这些抗蓝光眼镜网拍最便宜99块一副 如果美国制或日本制的一副眼镜喊上千元 一个蓝光造成氧化性压力 眼睛的氧化性压力是焗光的一万倍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拿掉 就像说食物里面都很咸 那你就觉得负担很重 是同样的意思 氧化压力大简单来讲就是对视网膜 可能有害光学频谱子到红 蓝光颇长位于450到495奈米 不过抗蓝光眼镜 台湾及国际没有设定标准 因此滤掉少少百分之一 也算抗蓝光 我们用光谱仪模拟人眼 再看电脑时所接收到的蓝光量 看到这个蓝光直接飙到顶点 教授还分析在视网膜可容许曝照量 盯着一幕看 极限半个小时 MIT光谱仪进化成手掌型 准确率高达99% 测试网拍的中国制及台湾制蓝光眼镜 黑色曲线代表过滤后成果 约10%蓝光被隔在镜片外 黄色镜片效果最好能挡掉约25% 打电脑视网膜可容许曝照量时间约30分钟 戴长中国制及台湾制眼镜 能延长到36分钟 黄光镜片可容许曝照量时间 延长到一小时以上 但若从事教授相关工作会影响作业 眼睛怎么发炎呢 就是看太亮 太蓝 太久 国际能源署讲 这个蓝光不只对眼睛有伤害 甚至对孩子的皮肤都有伤害 动物实验大量蓝光会对眼球黄斑部造成影响 抗蓝光眼镜要挡掉多少才算有效果 没有国际标准就怕带了产生精中照心态 眼睛酸得更严重 再次用简易力量把台北报